大家好,我是群,我叫Ken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讓我們這些角色,也就是每一個Sprite 能夠有一些簡單的運動的一個插件 那我已經先將Code都寫好了 是為了讓大家先看一下效果 那現在我先把插件給丟進來 那這是我們這次要用的 這是Mog的插件 那這個插件叫做Character Motion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插件是葡萄牙文的 對,所以我是使用英文的翻譯去了解的 那先讓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是怎麼樣吧 這就是它的效果 可以看到這邊那個人子在轉圈圈 這個骷髏頭在震動 轉圈圈轉一轉就停了 那上面這一隻像豬一樣東西在搖擺 這隻蝙蝠在上下移動 那這個鬼魂它一下出現一下不見 那史萊姆在呼吸 那現在看一下我們的跟隨者 主角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那第一位跟隨者是變大 那我是設定1.5倍 那可以看到第二位跟隨者和我們的鬼魂一樣 是會弱影弱現的 那上面這一位正在隨機移動的角色是 什麼都沒有變的 那待會我會用它來做示範 讓它變大 那首先讓各位看一下我剛剛有使用的code 那這是我剛剛有使用到的一些code 那真命的話是 也就是讓角色放大 那brace的話就是呼吸 也就是剛剛史萊姆的動作 那ghost就是鬼魂剛剛做的弱影弱現 float的話則是漂浮 就是蝙蝠在做的 swing是搖擺 也就是那隻綠色的豬 那shake的震盪是 那隻骷髏頭 rotation則是我們的忍者 那它還有一個clear effect的功能 也就是清除我們的動作 那現在我要教大家怎麼放大 所以我使用這個放大 的code 那我現在是要讓這一位角色放大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位角色 這個角色是event10 那在使用這個插件的時候 所使用的是插件命令 那我所使用的方式是 額外在旁邊再創建一個事件 然後在這個事件中使用自動運行 然後運行完之後再跳自開關A 然後什麼都不動作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說使用的是一個插件命令 所以讓我們新增一個插件命令 那剛剛那個角色是eventID10 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eventID 那所以我們將id設定成10 那這邊是我們的room in volume 也就是你要放大的倍率 那為了讓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所以我調了非常大的倍率 也就是5倍 那上面這些是我已經先設定好的 就是剛剛的這一些角色 這一些sprite的動作 就是由這邊來做控制的 那使用方式都一樣 所以我就只介紹一個room in 好了以後就按OK 那記住 這個就是我們的event時 待會進去會發現它整個人變大了 像我們進入了遊戲中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哇!5倍真的是很大 不過這個地方都是有點切到 我所使用的是原本內建的設定 如果你使用它不被切到的話 是可以去改一下這個地方 那這就是今天的介紹 希望你喜歡這一部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按讚 或者是訂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